这是当年我在谍听的必看影片 也孙子上当年尼古拉斯凯奇的代表作了 把十恶不赦的囚犯们 集体装在空中飞行的监狱里 然后这些恶徒们就上演了残酷的越狱 来帮咱们重温一下这部空中监狱 主人公老王啊 南征北战多年 今天退役了 回家时 貌美如花的妻子已经怀胎七月 平时小镇酒吧里呢 惦记他的流氓有很多 就在老王刚和妻子相逢时 喝多的流氓来调侃他 妻子被流氓语言羞辱 老王想要动手教训他们 可是考虑自己曾经是军人的身份 又忍下去了 不过流氓变本加厉 直接动手垂腾 老王出于自卫 导致一流氓当场暴毙 除了人命 老王请律师来做无罪辩护 律师信誓旦旦保证 只要你承认那是误杀 法官最多判一年的监禁 结果失算了 法官并未按照常任的标准来衡量 由于他从军多年掌握了杀人计 导致的过失杀人 老王心痛为国奋战多年 想要保护妻子 结果还被关进了监狱 不过老王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努力的改过自新 老老实实的在狱中和狱有小黑相处 一晃八年事件就过去了 老王终于获得了假释 今天就要乘坐押送转肩的 重型犯飞机顺路回家 内心非常激动 还特意给女儿准备了礼物 这趟飞机押送的囚犯 是个个阴险狡诈残暴 据说光头阿赛坐牢25年 如今39岁 杀死11名狱有 引发三次暴动 逃狱两次 狱中无聊 他自学成才 竟然还拿到了两个学位 包括法学学位 被狱警们称为致命病毒 他自称是个比癌症还可怕的人 可见这些罪犯凶残至于还很聪明 寻常罪犯都被安排到了座椅上转件 而他们这种重型犯 都被关进了特制的铁笼 还有超级变态的囚犯 医生羞辱过600多位女性 他把羞辱过的女性用纹身记住在胳膊上 就连看到看守的狱警 他都打算动手 这档飞机由小文警探负责 他盯了个规矩 狱警不得佩戴武器 以防囚犯抢夺 不过机长佩戴了一把武器 来保证驾驶的安全 机舱还藏了一箱的步枪 这是留给狱警们备用的 起飞前 机毒局的臭屁猪就送来了一位卧底 打算飞机中毒停靠 接纳大毒箱登机时 任卧底临时突击 打探有关贩毒集团的内幕 所以他偷偷的给手下 脚踝处藏了一把手枪 这些囚犯很快 就被关进了飞机监狱里 准备起飞了 由于狱警数量少 囚犯一些小动作 也没有人能发现 阿塞悄悄扯出 扎进手掌内 藏好的铁丝 打开了手铐 坐椅上的囚犯 受他指示 从牙齿上摘下了绳子 竟然扯出 藏在胃里的火柴和煤油 就这样呢 把旁边的狱油点着成了火人 整个行动都是阿塞的逃狱计划 趁乱 小喽喽偷走了狱警钥匙 打开了铁笼的大门 这些恶徒被释放 狱警无力镇压 冲突下不断有狱警和囚犯死亡 最后阿塞抢夺机长的武器 控制了整架飞机 这些囚犯被释放 狱警呢 反而成了被看押者 基督局臭屁猪的手下过于紧张 在被囚犯给他开锁时呢 暴露了武器 老王不想看到有人被杀 就跑过去劝他 冷静冷静 哥们儿 你一定要冷静 可是他太紧张了 不听老王的劝告 和阿塞对射 可想而知啊 卧底出师未接 身陷死了 这阴差阳错的呢 让阿塞误认为 老王和他是一条战线的 飞机马上就到达 约定的临时停工站了 阿塞为了不暴露飞机 被他们劫持 按照狱警们的原计划 需要送下去六位白人囚犯 可是现在本该下去的囚犯呢 被误杀 人数已经不够了 所以喊其他人 有没有志愿者来参与一下 小黑因为有糖尿病 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 而刚才的打斗中啊 他的胰岛素都被打碎了 为了活命呢 申请充当志愿者 想要下飞机 顺便还拉上了老王 他们俩关系好啊 希望老王赶紧下飞机 你都快出狱了 就别插他进去了 结果阿塞一看小黑 你这肤色不行 你还是别下去了 人家预警接的是六位白色 你这颜色不对啊 老王一看好兄弟小黑没下去 那自己也不能下去 呼叫阿塞 我呢还有十多年的行旗 干脆不下去了 我和你们一起跑路 此时外面就刮起了沙尘暴 这对阿塞来说是绝对的优势 穿上预警服装 给六位囚犯封住嘴巴 戴上头套 就这样啊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发现有问题 老王虽然是囚犯 可他是个好人 想通知地面的警察 飞机被劫持的事情 正好就发现了 死去的卧底身上啊 有录音的设备 干脆把他藏到 被阿塞伪装成囚犯的预警身上 这样下机时呢 警察可能就会知道 飞机上发生的一切了 伴随囚犯被押送下去 还有囚犯被押送上来 几个重量级人物被大家熟悉 长发大毒枭 他和阿塞呢是一伙的 冒险在这里停机 这阿塞就是为了接毒枭回家 还有一位孤单杀人狂连环杀手 他被特制的铁笼子和头套子封锁着 也许啊 连他的牙齿都是武器 可见危险指数是这群囚犯中最高的 大毒枭登机之后 马上呢就被解开了手铐 他冲进机场室 扯掉了定位系统 转交给小喽啰 偷偷的藏到了停机场的另一架观光飞机上 事情按照阿塞的计划证一步步的实施着 警察在运送刚刚接到的囚犯时 突然掉出了一盘录音带 这下他们知道了飞机上的越狱事件呢 在返回时 大毒枭已经驾驶飞机起飞 他们的小喽啰由于没登上飞机 被起落架撞死 飞机上聪明的阿塞知道了有人告密 否则警方根本不会返回来拦截他们 至于警探小文 此时分析啊 这飞机上一定有人帮助我们 最后查阅囚犯名单知道了老王的存在 结合他的履历和索犯罪行 在调查他妻子最后知道 这老王肯定是个好人 想要阻止这趟越狱事件 只有老王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基督组的臭屁猪不同意 认为那都是罪犯 现在就该掉武装飞机轰了这趟班级 要不然落地之后啊 那只能是自生罪恶了 领导也还怕事情闹得太大 干脆啊就听这个臭屁猪的 派飞机炸了这些罪犯 可是他们哪知道啊 正在追踪的定位只是一架观光级 逃跑的飞机上呢 大多需要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 一会儿可没法降落了 老王正好要为小黑寻找注射器打一道苏 就申请说我去修复这个问题 来到货桑发现 这竟然是死去的小喽喽卡在了这里 刚好啊就用他的尸体写上飞机的目的地 然后呢把它扔下去 等着被警方发现 一对开车的老夫妻正说着呢 最近这运气不太好 每次洗完车 但鸟都会拉粪丢到车上 噗通一声 这次天然掉了个死人 很快呀 这死人的消息就传到了小文警探这里 马上把飞机降落地点 告诉局长和基督局那小子 可是这俩人不信 人家追的可是飞机定位的路线 结果追到时才发现 这竟然是老太太坐的观光级 这才相信小文所说 马上赶往那个线索指出的荒废机场 小文很生气啊 我说什么你俩都不信是吧 干脆报复性的驾驶着臭屁猪的跑车奔赴那里 趁飞机降落之前呢 藏好汽车 在这里打电话派增援 大多休这时把飞机栽栽扔扔的挺好 原计划呀 这里提前安排了飞机 打算更换飞机呢 再逃之夭夭 可是手下办事不利 一直没找到之前藏好的飞机 他们只能临时开挖 把这架陷进去的飞机拖出来继续使用 老王呢 趁空隙跑出去了 为小黑寻找注射器 两个人在一起 共同生活了八年 怎么也不能看他因为没有注射器 无法打一道素而死啊 囚犯们这时发现了 警方的大部队正赶往这里 这群人呢 就奋战的把飞机拖出来 打算逃走 那位最凶残的罪犯 没人敢让他去干活 一个人溜达着 就碰到了一位石黄女孩 如此纯真的女孩 能否在他手中活命呢 寻找注射器的老王 这时遇到了小文探员 说明来意 老王同意配合他 阻拦囚犯们越狱 此时独小手下找到飞机 竟然抛弃了大哥 打算一个人远走高飞 可是小文不同意啊 放你跑了 那怎么对老百姓交代 飞机被他阻拦 囚犯困在里面 接着小文继续藏起来 接着洒出来的燃料 他扔出了烟头 当场把这囚犯给火化了 支援部队马上来到 阿塞找到飞机内的武器 给囚犯们装备起来 随后利用这里的燃料 打算夹击警方 阻止多谋 很快就制定了歼灭的方案 警方冲进来的一瞬间 被打得溃不成军 都说流氓不可怕 可怕的是呢 流氓有文化 这时石黄女孩的桌子上 东西破碎 二人全都消失了 此时是一片混乱呢 飞机内 女预警也被老变态盯上了 准备把他拿下 老王找到注射器回来 救小黑时 就把他给抱锤了 对于这种人渣 老王真想杀了他 可是几年祖国的狱重教育 他呢 这回不能那么莽撞了 囚犯此刻 已经逼推了围剿他们的警察 飞机也加满了油 正准备起飞 没想到啊 老王他早早的 把绳子给拴住 来拖延时间 小文呢 更是把超被猪的跑车 也拴在飞机上 可是这些手段 都无法阻拦着 大型飞机的动力 他们升空高飞 正在奔向了自由 其中有位囚犯 就发现了老王的假释记录 但是上面没有名字啊 只写了他要被释放 小黑突然跑出来说 哎那是我的 我今天就要刑满释放了 阿塞邦想把小黑给打中了 认为这位要被释放的御游 肯定是给警方告密的人 那老王一看小黑都受伤了 自己也不能再舔大脸 除了说那是我的了 两个人都受伤了 有点不可算 就当飞机里上演的小插曲时 臭屁猪愤怒的 调来了武装飞机 打算以炮来解决问题吧 小玩意识再三阻拦 让他相信 那个老王非常有能力 上面可不仅仅有囚犯 还有几位活着的预警呢 臭屁猪正在犹豫时啊 老王在上面已经开始发力了 相处八年的御游小黑 被阿塞打伤 触动了他的底线 一人从机围打到机头 全部把他们干反 飞机已经在刚才的交货中啊 被打坏无法正常降落了 最后只能在城市上空迫降 下面是人来人往的城市街道 装满囚犯的飞机突然降落 那就引发了扫动 警车消防车医疗车全部赶到这里 小黑被他交给医生 狱警也被他救出 这时发现 混乱中阿塞和同伙跑了 他们知道老王有个小闺女 作为父亲 绝不允许孩子受到任何的威胁呀 小玩儿冲过来 发现有人逃走 两个人就这样啊 骑着魔头疯狂的追击 老王捡起被冲到水沟的玩偶 一家三口 八年后他终于相见了 然而最大彩蛋却是 那位最凶残的罪犯呢 早就逃跑 此时正在赌场享受人生 而当时他遇到的小女孩 也并未遭遇毒手 相反二人还成了朋友 互相送对方礼物 老王一家终于团聚 全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当时这绝对是超前的影片 也成了凯奇的长龙作之一 一部非常典型的美式电影 虽然尼古拉斯凯奇是片中的正派主角 但是看完全篇就会发现 马尔科维奇貌似更生一手 好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老刘 关注我 下回再聊 拜拜